近年大家对他最有印象的女角应该是 等一下 我不确定该不该称他为女生 你们应该猜到这汉集了 热爱研究巨人 只要遇到相关的事情 都会兴奋到大哄大叫 老师曼 欢呼吧 这一半就有两只女生幽 今天要来讲的 也是在生幽界走跳二十几年的 超资深生幽 蒲露美 蒲姐 都有介绍续芳姐了 怎么可以没有同样也是正太专业大户的蒲姐呢? 好的 第一眼看到蒲露美三个字 是不是觉得很奇妙 这不是韩国人才会有的姓氏吗? 确实 父亲是在日韩国人的第二代 母亲则是实实在在的韩国人 虽然一直都是住在日本 但懂韩语 因为在家规定 除了日文之外 也要用韩文来沟通 他们家真的超级严格的 从祖父那一辈 就坚守着儒家思想 要尊老尽贤 穿着端庄得体 只要穿露粗度高一点的衣服 他爸就会骂他 直到二十岁之前 一直都是用静语在跟爸爸讲话的 他爸妈总是很积极的 想要把培养成大和福祉班的女生 做他去学各式各样的才艺 书法 游泳 油画等等 甚至还有少林式拳法 非常非常的酷 所以他一直很想要离开家里 终于经过一番波折 大学毕业后 短暂到祖国 韩国去留学 但很快的 只在韩国学校待了半年之后 就回到日本进入剧团 开启他的表演人生 对了 戏剧 他不是作为生优出道的 如果真的认识普洁了就会知道 他的事业中心 一直都是一半生优 一半舞台剧 总是能看到他积极参与真人演出 不过其实他本来对演戏不感兴趣的 是在高中的时候被憧憬已久的前辈 邀请进入戏剧部 埋下了一个契机 大学考了戏剧系 在毕业之后还没有想要成为演员 先是飞到韩国留学 逃离家人享受一下自由时光 不过在韩国期间 却被当时男友劈腿 而且还是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让蒲姐伤心的回到日本 为了疗伤 在大学朋友的介绍下进到剧团 他朋友对他说 跟你讲 你就是去那边 然后把你的怨气全部都发泄出来 然后他就真的去了 成为正式成员大概三到四年左右之后 某天 一个动画监督 赴野游游记 去看剧团表演后 说 希望找一个声音奇怪的女生 便邀请蒲姐参加 激动神脑的动画试镜 那是蒲姐第一次 知道有声音有这种工作 直接演出第二女主角 卡纳基摩斯 自从替激动神脑配音之后 觉得声音有的工作比想象中有趣 到现在 声音有和舞台工作 两者都无法割舍 蒲姐说在舞台上面 你会很容易感受到观众给你的反馈 那是在麦克风前面感受不到的 但她觉得在配音时 想象有观众在你面前非常重要 觉得不要满足自己的演技 要营造空间气氛 想象对蒲姐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舞台剧和深游舞两边的经验还能互补 变成蒲姐无可取代的武器 不分男女老少 演什么像什么 青少年生性特别受欢迎 是的 就是少年音 明明一开始是配女主角没有错啊 怎么会开始踏上这条不归路呢 那我们就要提到她首次出演的男角 罗兰 演出完激动神恼的格念 傅野监督再次找上蒲姐 请她来试 吞月一钢蛋 本来以为自己要试的是女教 吉艾尔还有迪安娜两个角色 担任监督的傅野游游记 却是要她来试男主角罗兰 没有准备之下突然要她念罗兰的台词 让她措手不及 然后正式录音的前一周 就接到电话 喂 恭喜你接到罗兰了 让她一脸问号 追到现场也是一脸问号 我没有配过男生啊 男生的身心要怎么表现 不得不硬着头皮 靠上一层男生的皮上肠 过程中她一直自我怀疑 这样配真的好吗 天哪 有好多需要大哄大叫的地方 做不习惯的事情 我的胜带真的好累 身心都筋疲力尽呢 这么说好了 女生的声音 都是用鼻腔去带 但是男生的声音 必须用胸腔发出气音 所以对女生来说 声带负担很大 蒲姐配到后来嗓子都哑了 监督就像是看穿她的心思 鼓励她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声音 都是罗兰 将蒲姐的潜力逼了出来 事实证明导演没有看走眼 后来蒲姐的确在少年艺中吃得很开 加上蒲姐本身外形美艳 性格不做作 女粉的比例 明显比男粉高出许多 对蒲姐来说 若没有遇见父爷监督的话 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可能性 因此觉得此次的经验 特别宝贵 蒲姐后来变成钢丹系列固定班底 虽说不是主角 但都会在里面嘎一脚 好在那之后 蒲姐又更专注在声優的工作上 不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接下痛恋王的倒连之后 她说她每周都被骂哭 但她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时两位好心的前辈 叶王高山男跟安娜临元慧 出面安慰她 并且给出一些建议 才让她突破困境 蒲姐感激地说 两位前辈就像是她的爸妈一样 因为前面都还在摸索棋 经过指点之后 才让她真正进入到 专业神优的领域 就像是终于从新手孙走出来 正式进入冒险的感觉 并且把每一次机会都当作不能重生的游戏 要做就做到最好 但这有那么差吗 来听一下2001版的道理 不觉得哪里有违和感 于是我想到 2021不是还有出重制版吗 经过20年 说不定都听得出来 哪里不一样了 呃有 声音怎么更低了 以前的会比较像是13 14岁的青少年 新版人似乎就 卫装成熟想要统治世界中卫兵少年来着 我自己是偏好以前的版本 但或许这次制作组的他们的考量 没有配的好不好 只有声音适不适合的问题 最经典的例子 乔努诺 应该很多人不知道 普姐是初代乔努诺 早在2002年初的PS2游戏版中有现身过 后来在经过一版《拉川大福》之后 动画版才是小野仙章 习惯现场版的就觉得 普姐版的差异很大 演了很多很多少年 通灵王道连 说毛宝贝一成事嫌 御龙少年的大空离世 之后 终于 普姐开启了真理之门 得到了最强炼金术 爱德华爱立克 不夸张 名气 演技 都是翻倍掌 关于刚练的序文也是最多的 普姐在配爱德华的时候有个小技巧 她为了营造一点沧桑沙哑的感觉 在演出之前 每天都会唱卡拉OK 故意唱破声音 事后访谈有提到 刚练的音响监督 三间雅文 这个很严格的人 有一段母亲快过世的场景 爱德华只是一个 就录了二十几个版本 因为三间监督觉得 那个时候爱德华还小 所以她希望可以用在更搞不清楚状况的感觉去配 然后她最印象深刻的是 大哥哥那一段 她在录音室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大爆炸 她以为这么真实的感受 应该会通过 结果被说要宠怒 因为使用的目的是让观众知道痛 而不是去感受痛 她虽然无法理解 但还是照着指示做了 爱德华到至今为止 依然是蒲姐身由事宜的高超点 让蒲姐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在演爱德华的时候 情绪波动比其他角色都还要来得大 如果接演其他角色 被要求要演得像爱德华那样 她就会觉得 好像哪里不对劲 怎么样都没办法做到一样好 蒲姐在最后一次录音的时候 还特地传讯息给作者牛妈 把她这些日子 对爱德华的心得都说给牛妈听 牛妈的回忆让她爆哭 蒲姐把爱德华当作命运共同体来看待 这样感性的蒲姐 同时也在节目里承认 自己是个腹女 真诚地分享自己喜欢的钢链CP 兴奋地说出 大佐绝对是喜欢爱德华的啊 什么话 我吃的是兄弟洞啦 8月左右 那时候在整理丁公介绍的时候 就看到丁公和普路美两个人 一起为钢之链金术师M宣传 只是当时还没有开放台服 过了将近四个月 终于啊 又要再次经历大哥哥之痛了吗? 这次推出的钢之链金术师M 主打全日文语音 并用3D还原原作画面 带给钢链老粉不一样的新体验 玩法方面才占其回合制 对战都会化为一盘一盘的棋盘 玩家要学会善用每个角色的练金术 布阵 走位 去干扰对手的路线 这次进入打斗后会切换到3D的视角 所以整体战斗画面很丰富 每场的胜利条件都不太一样 有些不用打败对手 只要到达指定的地点就好 不单调 又能考验玩家的策略技巧 角色可以通过抽卡获得 抽卡过场动画一定要特别提一下 火车 是钢链里面经典的移动手段 所以整个抽卡动画都是用火车站的元素去发挥 抽卡还是用首播电话转盘的方式 非常可爱 然后抽到角色后 可以透过不同系统来培养角色 建立专属于自己的队伍 某方面来说 这次的手游可以看出是新作 因为它还加入了新的原创剧情 以全新视角 描绘原作中没有办法详述的外传故事 刚念粉们 不用等价交换了 现在下载就送20抽和一堆好礼 连结就在资讯栏 总之 在阿德华之后 几乎可以说明蒲姐在正态少年界的地位 请他配少年的需求有更多了 2004年 死生 位表看是小孩 但内心却过于常认的 日翻古东师郎 大家的童年男神 虽然说不是主角 但只要有人气投票 永远都是在前几名的 在剧场版又有不少戏份 于是大家就把东师郎当作蒲姐代表作之一 菩姐刚出道时 配的卡纳基莫斯 配的很保守 还没有发展出个人特色 但配过了男生多了之后 后来就能放开 展现本应的特色 略地的中医 在配男人婆 我是说 男子力高的手举时 听起来相当自然 因为首局的身份是杀国公主 眼中只有任务 刚开始只需要表现出高脸样子就好 只不过大家都知道 后期狠闹开始臭死一批 首局表现出娇羞少女样 把首局和路纹配在一起 真是天才 这一对课得很开心 后来在博人传当中 身份变成妈妈之后 语气 刚中多了柔 是说我以前听的都是台配版 台配是由蒋赌惠老师配的 中性身线 近似于普洁 我是负责第二场考试的杀人首局 所以蒋赌惠 后来也很常担任普洁的台配音员 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位也是 有没有 对待沙哑的身线 总是常演出气势很强的女强忍 这个腿很赞 不是 不要问我们普洁啊 如果说普洁把爱德华当作自己的儿子 那娜娜 就是在演普洁自己的 没有比娜娜塑造的更好的角色了 普洁将娜娜 时而帅气 时而可爱 时而柔弱 时而知性 甚有欲极强的一面 透过声音 把她塑造得更加立体 不过普洁说她没有刻意去区分男角和女角之间的身线 都是照直觉看当下适合什么样的语气 就用那个语气去配 也就是说 她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角色当中 常会配到太头颅 然后普洁就平着娜娜 在第一回声友奖中 获得了主演女声友奖 她时候笑说 居然不是拿到男声友奖 普洁其实真的配过不少女角 但又到女主意真的不多 黑纸式的红夫人 海贼王的雪莉夫人 都是在剧中很有个性 有着独特的魅力女性 近年大家对她最有印象的女角应该是 等一下 我不确定该不该称她为 女生 你们应该猜到这汉集了 在剧剧里面 数一数二的怪人 热爱研究巨人 只要遇到相关的事情 都会兴奋到大哄大叫 如果头发剪短甚至不觉得她是女的 或许是因为这样 普洁替汉集配的神仙 是她目前最低的 甚至比爱德华更厚实 词原地面的演出汉集前 还特地打电话问普洁 演汉集的诀窍 普洁就传授她汉集的尖叫方式 普洁说她自己在兴奋的时候 音调会拉高 所以在配这些角色的时候 都会刻意压低 尽量维持角色的形象 普洁的风格向来也不是走柔肉女子戏 她说她也不敢想像她装猛样子 配了那么多少年艺的普洁 最大的心得就是 是生活也渐渐变得没有女人味了 在普洁和公野真首期合作的广播节目开播初期 公野和工作人员曾经策划过要普洁美 说萌系角色的台词 普洁都是激烈的反抗 但同行人都知道 普洁是个体质 比蚂蚁还要柔弱的事故型神优 只要有重要的活动时 不是车祸不然就发烧 这种被诅咒的体质 她说她是从小就开始 小时候还差点死于肺炎 而且以前超不爱吃饭的 觉得咀嚼很麻烦 初中时曾因为上学的斜坡很难走 而不去上学 所以一直都是体力不足 过瘦的状态 血糖低到突然晕倒是家常便饭 虽然长大之后就不会了 却还是一直遇到不幸的事 她也习以为常了 不管情况再怎么严重 她还是坚持前往露营室或活动现场 当她到现场时 工作人员都傻眼了 常得要拜托她回家休息吧 但她去理直气壮说 自己的声音又没有事情 后来有人受不了 直接到她家里面照看她 盯着她乖乖休息 像蒲姐这样大啦啦又酷酷的 总会让我想起作风也超酷的续芳姐 蒲姐都称呼续芳姐为 安妮姬 两个人都在业界待很久了 各自有擅长类型 蒲姐的少年感是很有活力的 续芳姐则是比较冷静的 但他们很多角色可以互演是没有问题的 像蒲姐在死神中演东师郎 续芳姐则是演黑肉大奶玉姐 克力贝尔 但在枪弹辩驳当中 蒲姐是演黑肉大奶玉姐 终里赤婴 续芳姐是男角 迫之下斗 明明在业界都是很有名的男子义 对手系都是男对女女对男 他们曾经在节目上公开喊话 想要和对方一起合作啦 然后 机会就真的来了 在《韦陀天》当中 分别饰演关系很好的战友 准人和易思理 去芳姐说韦陀天并没有特别示茧 两个人都是被指定的 这到一起录音的消息时惊呼 因为两个人是首次 以男子义的身份同态 蒲姐饰演的准人 金发暴躁小矛头 没错 各方面的神思爱德华 去芳姐的伊斯莉充灵冷静 完全是替他们量身打造的角色 生又多少都会有一两个 让人发出 这个角色居然是你演的 这样的角色 接下来这位 宝可梦 幻影的霸者 索罗亚克 普姐演的是 索罗亚克 请知名声又来 啊 嗚 pika pika 已经是业界常态了 这部其他传说宝可梦的声优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菩姐也经常为海外动画 海外剧进行吹涕配音 2012时 《探险火宝》在日本开播 从那之后 菩姐就一直负责主角阿宝 有人问菩姐 为海外作品配音 跟为日本作品配音有什么不一样吗 她就说 日本动画常常都是动画还没有完成情况下就要配 要是靠画面 还有台本上的指示 加上想象去配 但是海外的作品拿到的时候都已经是成品了 而且还可以参考原配音员的配音方式 虽然有时候自己所想的跟原配会有出入 但各有一个缺点 然后必须称赞 台配版的老皮 真的很优秀 这很重要吗 人生苦短啊兄弟 我们回到菩姐 看过活动现场都知道 菩姐是个个性很活泼大方的人 某次在被问到 觉得自己有没有可爱的地方 菩姐回答 我整个人都很可爱啊 旭方姐没有吐槽 冷静的回音菩姐 没错 问问题的人 一定是不够成熟 才gap不到你的可爱 该说不愧是剧团出身的吗 讲话的同时都会带有很生动的肢体语言 这样哒啦啦的个性 虽然拥有好人缘 但也只能没有遇到好姻缘 我也知道的 就是她加入剧团前 被加男劈腿故事 20岁时 为了与过去恋情诀别 经过友人介绍 踏入戏剧世界 但现在也因为戏剧 重新遇见真爱 2020年 菩姐开心在推特上面宣布 自己和山路和红结婚 山路和红也是一位生忧 因为两个人都有年纪了 外界相当的祝福 后来有人专访他们两个 很难得看到菩姐小女人的一面 大方分享自己婚后的点滴 更多生忧甜蜜小故事 可以看这支影片 好的 菩姐的介绍就到这边 不管是生忧系列的 忠实观众 还是新观众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可以给我个超级感谢 我是曼 下次再见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